另外又發生了疑似酒駕照陶的案件 昨天凌晨屏東東港往坎頂的方向 有兩部機車共有六個人 被一部自小客車高速的衝撞 造成了三死三重傷的慘劇 而根據目擊者的描述 照室駕駛滿身酒味 被擋下來的時候還想出手打人 而在經過一整天的追查 有一名誠信男子出面投案 不過被害人家屬質疑他是替人頂罪 法官最後裁定嫌犯以一百萬元交保 白法人送黑法人 讓羅爺爺又傷心又氣憤 拍著車窗要投案的酒駕嫌犯 給個交代 周五晚上 兒子媳婦帶著一對孫子 到東港海邊去看亡傳記 沒想到回程途中 被一輛疑似酒駕的小客車撞上 兒子媳婦當場死亡 孫嶺肝臟破裂還在搶救 孫子則是臉部嚴重骨折 同一時間還有另一部機車也被衝撞 車上雙載的兩名年輕男子 一死一重傷 車禍發生嚴重傷亡 但是駕駛不僅沒有下車處理 還對目擊者嗆聲 兩部機車都被撞成一堆廢鐵 教室車輛的車頭也嚴重回損 這起車禍造成三死三重傷 總共三個家庭破碎 警方透過車牌號碼查出 當天開車的可能是一位零性駕駛 不過經過一整天的追查 周六晚間出面投案的 卻是一位五十歲的陳姓男子 家屬懷疑這可能是代為頂罪 陳姓男子說當時是他開車 上車前只吃了薑母鴨 否認喝酒 不過目擊者指稱 當時車上滿是酒味 而且車上兩人都是年輕人 和陳姓男子的公訴 有很大的出入 檢察官偵訊之後 異過世致死及公共危險罪生壓 但是法官最後裁定陳姓男子 一百萬元交保 至於案發當時到底是誰開車 檢警已經傳喚車主 和相關證人要進一步追查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決議者們說是4月9月的 互相關證人要進一步 決議者們說明 百分之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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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